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艺术市场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画作的时空穿梭,市场里的历史旋风 二,画王的侦探游戏,艺术谜团的解密之旅 三,画笔的快闪电,艺术市场的即兴创作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画作的时空穿梭,市场里的历史旋风 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充满画意又带点幽默的话题 画作的时空穿梭,市场里的历史旋风 首先,想象一下,如果达文西的蒙诺丽莎 突然厌倦了她在罗浮宫的生活,决定穿越时空来到现代的艺术市场 她可能会对自己的拍卖价格感到震惊 毕竟在她的时代,画作的价值并不是用数字来衡量的 而是用她对观赏者的感动程度来评价的 现在,她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微笑成了一个价值连城的符号 而她的神秘背后,竟然隐藏住无数的保险单和安全措施 再来,想想那些荷兰黄金时代的风景画 如果她们能够穿越时空来到现代 她们可能会对自己在IKEA的海报区里的身影感到困惑 毕竟,她们曾经是高贵人士的客厅装饰 现在却成了大众家具的平价选择 这些画作可能会自嘲地说 看来,我们从精英的墙壁走向了大众的墙壁 这也算是一种民主化的进步吧 当然,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现代艺术品 它们在市场上的表现有十笔股市 还要让人摸不住头脑 想象一下,如果毕加索的画作能够穿越时空 她可能会对自己在拍卖会上的价格感到机子豪又困惑 毕加索可能会说 我的朋友,我只是在画布上涂涂摸摸 现在你们却要为它支付几百万 这是艺术还是疯狂 最后,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被遗忘的艺术家 他们的作品在过去可能默默无闻 但在现代却可能因为某个偶然的机会 比如一个热门的社交媒体帖子 而成为收藏家争相追逐的对象 这些艺术家如果能够看到这一幕 可能会哭笑不得地说 看来,时代的风向标比我的画笔还要有力量 总之,画作的时空穿梭在市场里掀起的历史旋风 不仅反映了艺术品的经济价值 也映射出我们对于美、文化和历史的不断变迁的认识 而在这个过程中 幽默和讽刺往往是我们理解这一切的最佳调伪料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画廊的侦探游戏 艺术迷团的解密之旅 各位艺术爱好者 推理迷 以及那些偶然迷路闯进画廊的朋友们 欢迎来到这场别开生命的侦探游戏 画廊的侦探游戏 艺术迷团的解密之旅 我是那位被巫人未知道所有画作秘密的教授 但实际上 我只是喜欢在艺术中寻找那些被遗忘的故事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这个游戏的规则 在这个游戏中 每一幅画作都是一个谜题 每一个艺术家都是一个疑犯 而每一个画框都可能隐藏住线索 你的任务是穿梭于这些色彩斑斓的证据之中 解开艺术作品背后的秘密 有趣的故事 哦 那我们就从那幅看似无害的金物画谈起吧 你看 那幅画中的水果和花瓶看起来很普通 但是 如果你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花瓶上的裂痕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裂痕 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摩斯密码 指引住 我们发现了一个失落已久的爱情故事 再来是那幅风景画 你可能会认为 那只是一个平凡的田园场景 但是 当你用放大金观察时 你会发现远处的树梢上 有一个微小的数字序列 这些数字其实是一个隐藏的坐标 引领住一位勇敢的艺术收藏家 找到了一个埋藏在地下的时间能 当然 我们不能忘记那幅肖像画 那位贵族的微笑 看起来多么的高贵 但是 当你从特定的角度看 你会发现他的眼神中有一丝脚瑕 原来 这位贵族 曾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品走私者 他的微笑 被后隐藏住他所有步伐交易的秘密 这些只是画廊中无数谜团的一小部分 每一次的参观 每一次的观察 都可能揭开一个新的故事 一个新的谜团 所以 穿上你的侦探帽 拿起你的放大镜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场艺术谜团的解密之旅 记住 艺术不仅仅是为了赏心悦目 它还是一个无尽的谜题 等待着像你我这样的侦探去解开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画笔的快闪电 艺术市场的即兴创作 各位艺术爱好者 画笔骑士 色彩无师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艺术界的新潮流 画笔的快闪电 这个概念 就像是美食界的快闪餐厅 或者时尚界的快闪电 但这里卖的不是短命的三明治 或者过际的潮流 而是极新创作的艺术品 想象一下 你漫步在繁忙的市中心 忽然眼前出现了一个 充满异国情调的小摊位 上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画笔 颜料和画布 这里没有长篇大论的艺术理论 也没有高不可攀的价格标签 只有一群手法矫健的艺术家 他们的画笔 在画布上跳跃 像是在跳坛歌一般 热情 而又充满极性的创意 这些快闪电的艺术家们 他们的创作速度 比披萨送餐员还快 但提供的 却是独一无二的视觉盛宴 他们或许会在你点杯咖啡的时间里 就完成一幅小巧精致的街景画 或者在你闲逛完一条街的时间里 创作出一幅色彩斑斓的抽象画 这种极星创作的艺术品 它的魅力在于 它的新鲜感和独特性 每一次快闪 都是一次全新的创作冒险 艺术家们必须依靠 他们的直觉和技巧 来应对各种不可预测的创作挑战 这就像是艺术界的极限运动 既刺激又充满乐趣 当然 这种快闪电的模式 也对艺术市场 带来了一些有趣的变化 它让艺术品的 购买便得更加随意和亲民 顾客可以在享受午后阳光的同时 随手带走一件艺术品 这不仅降低了艺术品的记录门槛 也让艺术家们 有了更多与大众直接互动的机会 当然 这种极星创作的艺术品 它的收藏价值 可能不仅那些经过深思熟虑 历史数月 甚至数年创作出来的作品 但它们却有助自己独特的魅力 它们是艺术家情感的直接流露 是创作热情的及时记录 每一幅作品都是那一刻 那一地点 那一情绪的真实反应 所以 下次当你偶遇一个画笔的快闪电 不妨停下脚步 观赏一下 这些艺术家们的极星表演 也许你会发现 艺术并不总是高高在上 遥不可及 它也可以是生活中的 一抹极星之色 为你的日常带来一次 不经意的美好 最后 我想邀请你们 亲爱的观众们 一起加入我们的讨论 你对于这些话题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是否曾经在艺术市场中 有过类似的经历或观察 请在评论中分享你的故事和观点 我们都非常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在今天的节目中 我们一起探索了画作的时空穿梭 画廊的侦探游戏和画笔的快闪电 这些话题向我们展示了艺术市场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 也让我们反思了美 文化和历史的不断变迁 无论是达芬奇的微笑 荷兰黄金时代的风景 还是毕加索的抽象艺术 他们都透露出我们对艺术的不同理解和评价标准 在这个充满创造力和幽默的旅程中 我们不仅观察到了艺术品在市场中的价值 也领略到了艺术家们的灵感和技巧 无论是从历史的视角 还是从当代的角度 艺术都是一种无尽的探索和惊喜 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美的享受 更是对人类文化的思考和反思 所以 亲爱的观众们 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六度世界的舞台上 继续探索和分享艺术的奇妙世界吧 记得留言和评论 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 我们期待与你一起继续这个有趣的讨论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